两根长的青辣椒切成粉丝 半根蒲瓜 然后外面皮稍微刮掉一点 这根蒲瓜还是很嫩的 只要把里面稍微有一点 然后给它剔出来就可以了 总共600克的蒲瓜 切成那片 用一大勺的油加上辣椒丝 还有1.5开锅式冻的干虾皮 1开锅式冻的葱花 还有2个剂式冻的蒜 我们先炒一下 然后把切成的粉丝片放进去 加1分1茶匙的盐 1分1茶匙的鸡蛋 然后把鸡蛋放进去 再加一个酱鸡蛋的鸡蛋 2分钟 再加3分钟就可以了 1分钟 1分钟 3分钟 3分钟 2分钟 2分钟 3分钟 中文字幕 李宗盛